地底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28集 原来这铝制滚筒型货舱 竟然是个硕大的弹草 里面装载着一枚重磅的震动炸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英国皇家空军曾装备了一系列大型震动弹 最大的重达两万两千磅 被称之为大满贯 威力十分惊人 这种大型炸弹 大多是由兰开斯特轰炸机从空中投放 专用于摧毁钢筋毁凝土 胶筑而成的肩后地下掩体 由于炸弹高速坠下 爆炸后形成的冲击波向四周扩散 引发地震般的效果 所以又被称之为地震炸弹 可千万别小看这剧烈的爆炸所产生的震动波 它对隐藏在坑道或防空洞里的敌军 具有很高的杀伤力 司马会等人 亲身经历过最为惨烈的滚弄战役 那时政府军为了打通伊洛迪瓦江防线 调集了许多重炮 反复地轰击免共人民军固守的阵地 人民军虽然事先准备充分 挖掘了很深的战壕和掩蔽布 摆出了决战的姿态 可是在猛烈的炮火中仍然是死伤惨重 在阵亡的那些人员当中 百分之九十都不是让炮火直接炸死 而是被炮火活活震死在战壕中 此役之后 人民军元气大伤 再也无力与政府军正面抗衡 不得不化整为零 转入山区实习游击战术 所以他们无不清楚 别看文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是颗旧型炸弹 可这样的重磅震动弹 即便是放在今天 仍然是最恐怖的武器 一旦引爆了它 就算侥幸没有被当场炸为几分 也得被冲击波震碎五脏六腑 司马辉虽是机智 却也想不到文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缅甸珍宝 会是一颗冰冷冷的地震炸弹 这件生田驼子一般的事物 足有寿敦之众 只凭探险队的六个幸存者 怎么可能搬动它 况且天底下绝无是理 哪个吃饱了 称了会供用探险队 到野人山去寻找一枚重磅炸弹 此时 司马辉深觉关于这架文氏运输机的事情 恐怕远比他目前所了解的还要复杂虚度 毕竟他们同于飞燕之间 本就路途有别 但毫无干涉的人 按照先前的约定 也仅是协助探险队找到 失踪在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运输机 然后将寄舱里的货物带出去 可现在情况急软之下 他不得不向对方问个究竟 罗大海也放出了狠话 质问于飞燕 实话实说的告诉你 我罗大石头可好几天没宰过活人了 我心里边这痒得狠啊 你要是拿不出个讲的过去的理由 就别怪咱爷们给你整点颜色看看 其实 玉飞燕建了机舱里的货物之后 也是出乎意料之外 但他心中的确有些隐情 正想说与司马辉知道 却听罗大海出言危险 便没好气的道 就你这姓罗的话多 我也实话告诉你 机舱里装载的只有这颗地震炸弹 它就是探险队所要搜寻的货物 不过并非是要将它带出野人山 而是就地引爆 别的事你们不用多问 只管照我说的去做就是 罗大海道 你这话跟没人说似的 糊弄鬼的 让你自己说出来 那是我罗大石头给你面子 知道不知道 你别给脸不要脸 玉飞燕怎么肯吃这一套 冷笑道 三张只糊个驴头 你好大的面子 罗大海一听更是不愤 怒道 我罗大石头 我女生你这路土贼 这是黄鼠狼子爬得急 我有理也说不清 我只能拿拳头说话了 司马辉见这二人 都像是吃了枪子烟花 说话犯冲 根本讲不到一处 只好出言劝警 他对玉飞燕道 这话可有点伤人了 大丈夫名在身不在 你要是这么任意诋毁 我们只好恕不奉陪 立刻拔腿走人 说罢就招呼 其余三个同伙坐视要走 玉飞燕冷冷地哼了一声 瞪着司马辉道 瞧你这份德性 一提回国就容光焕发 我认识你这两天 也没见你这么精神过 是不是在那边 有个小相好的呀 司马辉听他如此说话 也不免有些恼火 我说你们家是卖醋的呀 三人话不投机 越说越焦 而旁边的俄国人白熊 向来冷漠 他正在观察那颗 地震炸弹的弹体结构 对别的事情毫不理会 卡罗维卡则是笨拙笨脚的 别人也不拿他的话当回事 亏得阿翠加以劝解 才算是将的话头给引开了 于飞燕冷静下来 自知眼下势单力薄 还不能把司马辉惹急了 否则难以收场 只好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他这伙人确实是受客户所顾 进入野人山寻找一架 失踪的英国空军运输机 但他从没见过 这位客户的真正面目 只是霍西这架文石运输机里 装载着准备秘密运往 大英帝国博物馆的缅甸古物 而探险队的任务就是 进入地底列谷 找到机舱里的货物 探险队被提前告知 机舱里的货物非常危险 在出发之前又收到一件 被火器封住的密函 只有找到失踪的文石 并且确认了 舱内货物的标记之后 才可以打开密函 依照韩中所说的方式 处理货物 密函中的信息 以没余知写救 自己遇到空气后 用不了多久 便会消失无踪 不留任何痕迹 玉飞燕找到货舱 看明了密函中的提示 才知子行的目的 竟是要引爆地震炸弹 而英国皇家空军运输机里 装在缅甸珍宝的这个事 可能只是个掩盖真相的幌子 关于客户的情况 玉飞燕只知道 那是一位被叫作为 绿色坟墓的地下财法 这个组织的前身 可以追溯到 组建于16世纪的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 在南亚进行远洋贸易 贩卖鸦片 走私烟火 大肆掠夺经济资源 为大英帝国进行殖民主义扩张 同时谋取巨额利益 英国政府授予了 东印度公司各种权利 如垄断贸易权 训练军队权 还有宣战沟合权 设立法庭审判 本国或殖民地居民权 几乎成了英国政府的 海外代理人 可是盛极则衰 随着工业资本的兴起 依靠着商业资本 垄断的东印度公司 终于避免不了 破产解体的命运 但表面上消失的只不过是 东印度公司的外壳 它背后的真正操纵者 反倒是借此摆脱了臃肿不堪的躯体 借用东印度公司留下的关系网 暗州结成了一股新的势力 并且贩卖情报武器和毒品 借着战争的机会收敛财富 控制着许多傀儡般的军队 其势力深植各地 但形势低调隐秘 而世界外面大多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虽然玉飞燕所知仅限于此 但它看到舱内的重磅炸弹上有特殊标记 一里推响 也不难猜出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架文式运输机和机舱里装载的地震炸弹 多半都属于绿色坟墓所有 野刃山巨型裂谷地势特殊 地底不仅浓雾障眼 另外裂谷中还有强烈的气流 如果利用轰炸机从空中进行投弹 根本无法判断这垂直洞窟的深度 难以准确爆破 如果炸塌了裂谷只会适得其反 而唯一能进入裂谷深处的载具 唯有设计独特的文式特种运输机 所以绿色坟墓才派人驾驶文式 携带着地震炸弹进入裂谷 但也许是没有料到地底浓雾的威胁 运输机上的驾驶员还没有来得及引爆炸弹 就已遭遇不测 所以还要利用别的赶死队继续完成原定计划 只是不知道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缘故 于飞燕解释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又再次向司马辉等人强调 反正进山来做这趟签子活 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即便运输机里当真装有缅甸珍宝 也落不到咱们自己囊中 如今面临如此情况 当然是不可能功亏于亏 只好继续按照指令形式 引爆地震炸弹 司马辉形象 热带风团浮屠规模猛烈 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 若非有此机缘 我们这支探险队也不可能避过致命的农物 进入裂谷深处 现在要引爆这颗重磅地震炸弹 只是举手之狼 不过这件事情非常蹊跷可引 文氏特种运输机凭借自身的特殊构造 可以进入到裂谷的最深处 但它具体能够降落在什么区域 却难以事先判断 机舱里撞载的震动炸弹 不仅没办法再次移动 而且这地底空旷无际 震动炸弹的威力再大 终究也难以完全覆盖整个裂谷 这个计划的结果根本不可预期 又为何会有人处心积虑地 要炸毁野人山的地脉 想来此事脉根极深 只怕牵连不小 但司马辉又觉得 雇佣探险队的绿色坟墓 到底是想什么呢 是否与野人山里埋葬的古老秘密有关 这些秘密 和免供游击队的四个成员 毕竟毫不相干 何必理会呢 他察言观色 见了玉飞燕的神情 就知道对方已经没有什么隐瞒之处了 按照道上的规矩 这些事情本来可以不说 现在他也不好什么追究了 罗大海等人都和司马辉的看法相近 没耐烦的去探究戏底 也不想多问 只盼尽快做完这个签子活 然后再设法逃出野人山 眼下只等时机一到 就可以让俄国人白熊动手引爆炸弹 谁知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 那俄国人白熊仔细看了地震炸弹之后 打手势告诉众人 这颗炸弹上装的是定时隐性 想启动它非常简单 但是可能由于严重的颠簸 震动弹的引爆装置受到损伤无法修复 所以引爆后大约只有几分钟的撤离时间 这枚炸弹的威力太大 冲击波范围很广 现在必须留下一个人负责引爆 其余几个人要提前离开 否则大伙就得同归于尽 可最后留下来引爆的这个人 肯定是逃不出去的 这个残酷的事实 有如一盆冷水兜头泼下 谁的性命也不是板减来的 哪个肯充当炮灰啊 司马辉更是深知地震炸弹的威力 现在缅甸境内还有许多巨大无比的弹坑 多是当年英国飞机轰炸日军掩体时留下的 简直就像是天坠形成的陨石坑 坑内地表都呈波浪形一圈圈向外扩散 那里面多少年都寸草不生啊 震波所到之处欲食即焚 真正是哀上就死碰着就亡啊 司马辉心中一转捏 觉得谁也不该死 就对玉飞艳道 物是死的 人是活的 活人就应该懂得变通 实在不行 咱们就别管这栅栏了 你回去之后尽管可以如此负命 只说是已经引爆了地震炸弹 可惜这个炸弹炸不响是个臭蛋 或者推说虽然引爆但威力不够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反正是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 随便你怎么说无所谓 热带风团过后 地底肯定会被农物重新覆盖 难道他们还敢再到这里 再进行现场调查不成 玉飞艳立刻摇头道 绝对不行 你是不知道绿色坟墓的情况 这些烟炮鬼吹灯的剂量 可是瞒不过谁的 司马辉却不以为然的 在这种越是认真 就越会被当白痴的年代里 做人就不能太实在了 别忘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什么千里眼顺风耳 外人怎么能够知道 野人山巨型裂谷中发生什么 就咱们这六个人 我和罗大海 阿翠离开野人山后 都要穿越孟固河返回中国 咱们这辈子就算是 再没有机会见了 那俄国人又是个半哑子 再说他不还是照样怕死 难道你怕这星期天 这四六不懂的小子 说走了嘴 我看你只要自己不投入 绝对是神不知鬼不觉 罗大舌头也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但规矩都是人定出来的 所以咱做人就不能没守成规 该懂得避重就轻 只要这颗大麻雷子一炸 说天崩地裂那都是轻的 你找你如此泥泞 凭咱这两条腿 肯定来不及逃 那还不得全体看山乌根了 玉飞燕被众人劝得动了心 正想应语 呼听的背后传来一阵 冰冷低沉的人语声 I'm a darling of you